做这三件事,立刻就对台湾好 为台湾,这三个字我们常常听到 为台湾,讲起来是每个台湾人的事 为台湾,做起来却变成是别人的事 你曾经期待运动选手为国争光 你曾经希望出走企业跟流台湾 你曾经要求政府让台湾走出去 你的期待,你的希望,你的要求 都是需要透过其他人的努力 除了期待,希望,要求 你为台湾做了什么 我只爱写些东西 没办法提出什么厉害政策 但我知道有三件简单的事 每个人都做得到 这三件事做了 立即会对台湾有正面影响 一,少骂 台湾,真的存在许多该骂的人 大家想要骂一骂他们 也是很正常的事 但你骂了 该被骂的人可能自己听不到 你骂了 听到的反而是围观的人 你骂了 会引来更多的人一起骂 那些该骂的人 会有法律来加以管制 你骂了 其实对台湾没有什么帮助 你骂了 反而让台湾被更多骂声淹没 指责与谩骂 不会让台湾更美好 理性的发言 才能让台湾有改善的方向 二,少被骂 误以恶小而为之 这道理大家都懂 有些小恶做了 看起来也真的没什么影响 偶尔红线停车 过马路没走斑马线 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 这些事情或许与台湾前途 关系没那么大 但台湾人 就喜欢在小事情做大文章 该被骂的人已经够多 你就不要再加入这个行列了 稍微多一些努力 多注意自己的行为 就可以减少一些被骂的目标 配合第一点 骂人与被骂的人 就会同时减少 在说别人酸民的同时 我们也不要成为 别人眼中的酸民 再骂别人三宝的下一秒 别让自己身上 也出现三宝的行为 三 好事多分享 我知道坏事比较有看头 我也知道 负面消息比好消息更精彩 但我相信 台湾除了坏消息 还有好消息 好消息不是没有 只是没人分享出去 大家都说媒体歪风 但是媒体就是给大家看 大家爱看的 这年头你就是媒体 你也有媒体责任 你分享垃圾 世界看到的台湾就是垃圾 你分享爱心 世界看到的台湾就充满爱心 自媒体的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影响每个人 分享值得分享的 为正面消息多振一些版面 你是台湾的主人 你做怎样的事 台湾就成为那样的地方 明天全台湾的人 马上都做着三件事 我相信 后天台湾的氛围 马上就会不一样 大家可以心平气和 好好解决每个问题 大家可以真心沟通 互相了解彼此观点 然后大家就会再一次想起来 台湾真是个好地方 台湾未来你我有责 不要忽视你的力量 期待他人贡献之前 请你先为台湾出一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